这一赛牵扯到另外一件事就发现 原来他的情绪非常丰富 曾经有人说他是艺人杀手 还有人说他教过的女友 如果你用一张A4纸的话 写都写不完 有这么丰富 根据我的形容 他叫做行走的费洛蒙 然后当年的确情绪非常丰富 不过我们回来说 黄子教这三段 可是他不是那种超级大帅哥型 不是那种又高又帅又很man的那一种 可是你知道吗 他把妹可是一流的 我来告诉大家他怎么把妹 当年我们先讲就是说 这三段影片真的让台湾的演艺圈血流成河 被扫的这一些大咖的艺人 纷纷就开始提出了声明 甚至要进行法律诉讼 但是这当中有一些猫腻 我帮大家解读 我们先说其中一个 黄子教在这个影片当中 他是不是大骂 那个姓陶的 你烦不烦 一直来问我右胜的事情 谁要告诉你 干你屁事 告诉你 你还会拿去节目上讲 讲得多直白 姓陶的会到节目上讲 然后第一时间 台湾演艺圈姓陶的不多了 除了陶哲就陶金莹了 是吧 所以第一时间 有人就问了陶金莹 一开始 他就说陶金莹在休假 后来是王月替陶金莹发声说 抱歉 是我们问了 但是我们是因为右胜那个事情 我们要替受害者发声 想说右胜黄子教跟他之前好像有什么恩怨 所以我们就想说 所以我们就去问黄子教 可是没想到变这样 也就是说 是不是证实 姓陶的就是陶金莹 可是各位故事没有到这里结束 现在谁都不关心右胜 是关心他后面讲的话 因为黄子教后面讲什么 那个姓陶的 以前对我爱理不理 我们两个明明在一起 我记得那一天 我们在延期街的巷弄里面约会 约会环 他竟然还要走在我前面 每一次约会他就走在前面 你是什么意思 你在当着大家面前 都对我爱理不理 而且这个姓陶的 跟我在一起之后 要跟我分手 有一天莫名其妙 寄了一封分手信给我 那个分手信把我臭骂了一对 然后把自己的署名给撕掉 我告诉你们 其实黄子教之前在节目 就把这一段给露线了 没讲是谁 好 我们来听 过去他怎么谈这一段恋情 有一个女人 真的是把我给吓到 可是女孩子就 有时候也很好面子 哭啊 然后怎么样对不对 然后就开始翻脸 那我还是属于快刀斩乱马行 好了 大概隔没两天 我家的信箱就收到一封信 把我痛骂一顿 就说我其实从来没有爱过你 然后就开始比较 比起那个谁谁谁啊 你在我心中根本是什么东西啊 痛骂一顿 竹竹写了两三页 最妙的是他把最后署名的地方还撕掉 那封信我到现在还留着 深深警惕 因为我觉得 我是不是真的做得太over了 那个把署名撕掉的那封信 现在又被提起来了 可是那句话你听了会害怕 那封信如果还留着 那很多年前拍了那个17岁的少女的一些照片的话 现在在哪里 我们话说回来 黄子娇除了露线了原来她跟陶金莹曾经谈过恋爱 而且陶金莹对她爱理不理之外呢 还有就是她的恋情 为什么要说她的恋情呢 我们就要讲当年非常轰动她跟小S 1996年 你知道吗 小S当年几岁 18岁 所以黄子娇其实追的妹 基本上都20以下 18也是可以谈恋爱 18岁的小S跟当时只有24岁的黄子娇 我记得当时我开始跑综艺节目的时候 就经常看到这一对 因为他们非常高调的晒恩爱 而且焦焦为了示爱 我记得她在身上还有做一个刺青 然后两个人谈了恋爱 很长一段时间 四年左右 有一年呢 黄子娇要出席金钟奖的这个颁奖典礼 但是她就跟小S说 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去走星光大道 小S说我已经跟姐妹讲好 我要去英国 结果小S跟姐妹在英国的时候就接到一通电话 焦焦跟她说我们分手吧 所以当年陶金莹寄一封信给你 也算不错的啦 你自己还只有打电话 你连信都没有 那她跟小S到底在一起多久 四年 四年就一通电话 对啊 1996到2000啊 所以小S接到电话之后 非常非常的痛苦 她回到台湾的时候 她当时跟她姐姐是不是有一个娱乐节目 我说每天会直接播嘛 所以她就直接在那个娱乐节目里面 痛哭失声 她就说 对啦 我已经跟焦焦分手了 我真的不敢相信是阿宝 好啦如果你们在一起我也祝福你们 很大气对不对 可是那一个影片造成了焦宝 在台湾将近四年的时间是不能够出现的 不要忘记了当年这对姐妹 他们在演艺圈是很有一些影响力的 包括她后面的经纪人 所以她哭 她被这个伤害之后呢 焦焦她说过两年没有收入 没有演出 没有任何工作 然后阿宝也只能到大陆去工作 所以其实焦焦那段时间说过 她说她甚至得了抑郁症 曾经想过自残 在2001年 所以黄子焦不是第一次跌倒 她是第二次跌倒 而且她的跌倒都因为她自己犯了错 所以2001年之后呢 她跟这个阿宝谈恋爱将近四年之后 两个人还是分手 因为阿宝到大陆去工作 焦焦在台湾没有工作 你觉得两个人能够维系吗 而且抱妈其实不喜欢她 所以她这个戀情后来又结束了 结束之后呢 各位非常轰动的 我们当时报社也拍到 2006年 当时各位SHE的Selina 是跟谁在一起 跟小猪 跟小猪其实他们虽然不承认 在一起两年 那小猪当年非常非常的忙 非常非常的红 所以Selina是一个 需要有人陪伴的人 那这时候 刚刚你讲了 黄子焦 她妹妹喜欢吗 妹妹可爱了 为什么呢 因为Selina都需要人陪啊 那黄子焦就三不五时就陪她 她是那么难啊 Selina要去哪里 她就陪她去哪里 然后呢 你要看电影就陪你去看 有一个故事是 当时小猪跟昆达去看电影 他就会问他女朋友说 你今天去哪里 Selina说我回家睡觉了 十点就睡觉 结果 那个小猪是第二天看到周刊 发现Selina 跟黄子焦在一起 然后呢 是被周刊拍到了 你说 你说小猪去不去 就这个绿云照顶的感觉 不是 你什么意思吗 而且我小猪 我人在台湾 反正小猪被绿了 要去睡觉 而且不好意思 这张呢 是Selina开车载着黄子 那个黄子焦 可是有一些画面 我用形容的啦 就是狗仔的形容是说 他们在那个车子里面 黄子焦还去摸 这个Selina的头发 摸摸 然后有一些亲密的动作 这样子 于是那个周刊意思又说呢 黄子焦 硬是介入了小猪跟Selina之间 所以小猪就是断然的 要跟Selina分手 结果Selina大哭 然后当年 Selina还大哭啊 大哭 但是哦 所以对Selina而言 黄子焦是备胎 不是 Selina说我从头到尾 都没有跟她谈恋爱 所以她没有认 不是 她是说小猪没有时间陪我 所以我就找她去看电影 或做什么事情啊 去宠物店啊 我根本就没有跟她谈恋爱啊 从头到尾都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呢 为什么黄子焦的车子 她那个车牌号码呢 是Selina的生日呢 我就不要说是哪几个数字了 结果当年呢 光是那个数字呢 引了非常大的轰动 黄子焦还开了这个记者会 发了一个声明 告诉大家说 你们真的搞错了 其实那四个数字啊 随机的 你最好随机 随机能取得Selina的生日 是不是 我们报声都拍了好几次 我跟妳这种事都不是随机 我们家车牌 所有的车子的车牌 都是同一个号码 对 就是我的生日 好 你就可以想象当年 当年 她其实作品不多 但是怎么 三不五十就会有一些妹啊 或者有恋情 而且这一次她不是攻击了献哥 献哥就讲说 十年前 你跟一个小魔谈恋爱 你还打电话拜托我 请我多帮你的忙 你现在还好意思这样对待我 那就表示干嘛 她当年跟小魔谈恋爱 应该是她 焦焦事业最低潮的时候 所以她还拜托献哥 多照顾她呢 所以献哥觉得 你今天怎么烦咬我一口 但话说回来 这行走的费洛蒙呢 最后终于找到真爱 2013年来了 她的真命天女是孟耿如 两个人差了19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